上海關大樓受到強震影響 從一樓到四樓外牆全都裂開 此磚不斷剝落 再後第三天大樓被判定是尾樓 消防開放一共有118戶 300多人回家拿東西 一戶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民眾相當客難將機車或單車安全帽 戴在頭上擋作防護 由於整棟大樓因為地震斷電 得要自己走樓梯回家 九住屋前的長輩一步一步 就是走回自己八樓以上的家 親自拿取貴重物品 進到屋內看到家中一片狼藉 民眾只能把握時間 將貴重物品打包好趕緊撤離 住屋當中還有一位名人 是前衛生署長葉金川 他也是這次地震的受災戶之一 在特殊隊員協助下返家拿東西 我住14樓 14樓 就很聊而已啦 沒有破裂 這是哈佛的榮譽校友 你幫我來一下 我們其他都捨棄了 還想回來住嗎 應該不會想回來了 可能就再去租房子或買房子 對啊 小孩子都嚇到了 能搬多少是多少 因為大樓已經被貼上紅單 是否會拆除還不一定 但短時間內無法再住人 也讓栽民有家歸不得 大多數的人只能暫時居住在朋友家 或是尋找新的租屋處 不過他們最希望的 還是能夠盡早回歸正常生活 經紀人確認您 呂傳明 張家裕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